好,大家好,我是吳俊賢 那很幸運的我在今年考取了高一的學士後移學系 那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準備的過程跟心得 那首先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的背景 那原本我是高一要學系畢業的 然後畢業之後我就去當兵了嘛 那在六個月的替代衣的這個過程中 我是有上高原的線上課程 那差不多退伍三月的這個時候 去年的三月我就來到高雄到班上課 然後完整的上到班的面收一年這樣子 那其實在去年在聽線上課程的時候 因為時間有限所以沒有上到很多課 大概只有上了大概三分之一的課 所以在去年的考試就沒有考得很理想 那今年算是有一個完整的一年可以到班 那我自己想要分享一下 那就是我自己對線上還有面收的看法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容易偷懶 然後那個自律能力很差的人 所以我那時候當兵的時候看線上 可能旁邊的人在打囉或是 左邊的人在喝酒 他就會就會影響到我上課的心情 所以我那時候我自己覺得效果是不好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很容易就是懶惰的人的話 那我建議還是到班來現場上課會比較好 因為現場上課除了有同學可以問啊 有老師可以問 那你也比較不敢怠惰 因為譬如說上線上我可能上一下 看到一半想睡覺就會暗暫停睡一下 然後睡一下可能就兩個小時就過去了 但是在現場班你有一個同儕的壓力 就比較不好意思睡覺 你也會比較認真這樣子 所以我個人是比較推薦現場班 當然如果你是一個很有自律能力的人 然後也很會安排自己讀書時間的話 那我也非常推薦線上 因為你可以調整速度啊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因人而異 你不要因為說今天看到一個人 他線上或面的時候就去決定 而是你要去依據你自己的一個個性 還有自己的一個狀態去做決定 那今天我分享的所有的東西 大家也都不要就是完全按部就班的這樣子照做 因為我覺得你還是要有自己的一個中心的思想 去準備這場考試 不要說看了榜首這樣準備 你就全部複製它 因為它適合那個方法 但是這個方法不一定適合你 可是你可以每一個都看看 東拿一點西拿一點 創造出一個屬於你自己的好方法 那其實去年的這個時候 我也跟大家一樣在電腦前面看 分享的影片 那麼去年我就是覺得很納悶說 為什麼學長姐每次開始介紹說 都要講一大堆什麼心理素質啊 心態這個部分 可是當下我其實就很想要知道說 哪一間補習班比較好啊 或是說這個科目怎麼準備 但是呢就經過了這一年的考試 我才知道說為什麼他們要先講心理素質 那我今年也在心態這邊很早就放在前面 因為我自己認為覺得說這堂考試 真的不是在比誰比較聰明 誰比較會讀書 而是在比說誰有那個耐力可以從八月一直一直讀 讀到六月這樣子 所以它是一個心靈的一個試煉這樣子 對所以我才會把心態這個放在第一個欄位這樣子講 所以希望就是在螢幕的你有耐心先聽完心態的部分 再去聽一些準備的過程 我相信這樣對你會有更大的幫助 不要跳過 對 好 那我先想說心態的部分的話 剛剛我講到這個是一場比賽你心靈的比賽 而不是比聰明才智 那這場考試我覺得你的動機還有你的熱情 會影響到你可以走得多遠 因為動機跟熱情就像一台車子的燃料一樣 它可以讓你如果你的動機和熱情越多 它就可以支撐你的夢想到最後 那如果你當醫師只是為了名利為了金錢的話 那麼你可能在可能10月11月的時候 你就會面臨到第一個低潮 你就會撐不下去 可是如果你當醫生的動機是很特別 而且是一個你自己的熱情所在的話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熱情和動機可以一路支撐到 你度過人生的最低潮 對所以在看影片的這個同學 我想先問你們自己說 你們考後悉醫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那你的動機跟你的熱情 足不足夠去撐起 足不足夠去支撐你的夢想 足不足夠去支撐你的夢想 讓你走到最後一刻 對 如果你還沒有準備好的話 那就不要來報名了 你一定要有破釜沉舟的心情再來 那接下來就是要有自信 可是你不能自大 什麼叫有自信 什麼叫自大 其實就是一線資格 那如果你們有去看過每一年的歷屆的題目的話 會發現說其實題目的內容不是特別的深 也沒有很難的微積分啊 也不會考到很困難的生物生化這樣 可是它就是很廣 那你要自信的就是說 你有辦法去解決這個考試 而不是讓考試來解決你 那不要自大的部分就是說 這些東西雖然看起來簡單 可是你要把這些這麼廣的東西 在一年兩年內去準備起來 其實它是有很大的難度 並且是要透過不斷的複習 所以我剛剛提到的 你要有自信解決者考試 但是你不能自大去忽略了這些知識 背後所需要付出的練習 那接下來就是壓力的挑釋 我想說準備後期這一年 可能會是你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年 也說不定 但我想說的就是說 每一個上榜的考生 其實都是經歷過一樣的痛苦 那在這一年可能會很崩潰 會很厭世 你會很懷疑自己為什麼要考試 所以我覺得壓力的挑釋是非常重要 那我自己而言 我像我還是有定期在可能運動打球 那YouTube我也是照看 那甚至有時候讀書讀完 我甚至還會去買點啤酒來喝 但是這是建立在你一整天的書都讀完的狀況下 你才可以來做這些放鬆的事情 像我自己就會安排 比如說今天我就讀在K書中心 我待10個小時甚至12個小時 那回到家之後 我就是都不碰書 那回到家就是我自己的時間 我要耍廢 我要喝酒隨便 但是你必須要在那10個小時 要很高度的專注 那我覺得有 就是工作跟玩樂切割之後 反而會讓你的讀書時間更加專注 因為你會知道說 我只要撐過這12個小時好好讀書 那回到家之後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 對那這是我的方法 那大家可以試看看 那接下來就是配數的部分 因為一開始我前三個月我準備得很認真 然後可是到了中間的這個過程 就是各個科目進度越來越快 範圍越來越多 那就會發現自己好像已經附和不過來了 這時候才會發現 一開始不小心衝得太快了 到中間已經沒力了 那如果我自己以我自己的經驗的話 我會覺得說 因為一開始的課程內容其實比較簡單一點點 那如果你是有一些可能生物生化的底子 或者是你以前有讀過物理化學 那你一開始就可以不用一開始就衝這麼快 耗掉你太多的燃料 耗掉你太多的動力這樣 那我會認為說 把這個考試分為三個部分 前三分之一 中間三分之一 跟最後的三分之一 我會覺得說 前三分之一大概用三成的力量去準備 那中間三分之一你要花七成 因為這個部分是課程加深加難的部分 那最後面的三分之一 你是要卯足全力的 所以三成七成卯足全力 這樣的配數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大家可以參考 你不要說一開始就 往前衝衝衝寫了一堆題庫 但是到中後期你就已經沒有力了 我覺得這樣反而是虎頭蛇尾 是不太好的 好 那接下來講到我準備考試的方法 那我自己覺得說 因為我的比試分數不是特別高 那如果大家想看一些 平常怎麼準備各個科目 我覺得大家就去看那些三百分了 就好不要來看我的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的衝刺期的這個準備 因為我自己認為說 在可能十個月考試的過程中 我有八個月是在懷疑自己 而且書也都沒有讀好這樣 可是我是在最後的一兩個月的 這個衝刺期的過程中 把自己的分數慢慢的拉高 那所以我就想說 分享我衝刺期的部分就好了 那如果你想看平時的話呢 就建議去看別人的 那我自己的衝刺期 我自己給自己的想法是說 因為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八二法則 那其實最後兩個月的時間 最後兩成的時間 會決定你可能八成的分數 所以我那時候就把握了這個心態 想說好前面八個月我再混 再難過再懷疑自己都沒關係 但是我最後兩個月一定要振作起來 你可以懷疑自己八個月 但是最後兩個月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就算你是騙自己也沒關係 你就是要讓自己相信自己會考上 騙自己會考上 那我覺得你有了這個心態之後 你去準備你去讀書 都會更有效率 那我那時候每天甚至還會做一些很奇怪的事 我可能會走到一半在路上大喊說 我一定可以 那就是我最後兩個月就是像這樣 就每天不停地對自己精神喊話 甚至洗澡看著鏡子都會說 你一定可以你一定可以 那有時候在路上亂叫 但這就是我自己的方式 那接下來就是我各個科目衝刺期的準備方式 那先講英文的部分 那英文的話我就是在一個最後一兩個月期間 我就會把過去的考古題一天可能就算一回 然後把那一回很仔細的檢討 你要知道說這個文法你為什麼會錯 你要去知道為什麼 然後每個選項不能選的原因 那單字的部分你今天這個答案是A 可是你BCD的選項你都要去了解 那延伸的單字有什麼 相似的有什麼這樣子 那英文的部分我其實就是每天一回考古題這樣子而已 那接下來是生物跟生化的部分 生物的話呢 因為老實說我在最後兩個月 我的生物像是一盤散沙一樣 感覺這邊記一點那邊記一點這邊記一點 一切都很模糊 那我自己的策略是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沒有時間寫新的題目了 我就只好把黃標老師課本上面的練習題 重新再做一遍 然後再搭配以前上課自己整理的筆記這樣子 那從頭這樣子掃過一遍其實就要花你很久的時間 那我從頭掃過一遍其實就大概花了將近一個多月 那最後呢 我會在過程中把這些 我在複習的過程中 我會選一些題目 然後用螢光筆畫起來 比如說那這個題目可能是很簡單或是很基本都沒關係 但是他你選的題目要是你可以在短時間內幫你複習到很多觀念 比如說他今天問你一個問題 那A B C D 如果都是四種不同的觀念 那我就會覺得這題很重要 因為我讀這題等於就是我複習的四種觀念 那一路以來從第一本到第六本 我就會慢慢收集這樣的題目 把它拍照拍起來 然後放到iPad裡面 那考前最後一個禮拜 我就會開始狂看猛看這些題目 那這些題目因為我之前選的都是很有代表性的 所以它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裡再幫你抓住各個單元的重點 那我覺得這樣其實還蠻有效的 那深化的部分 我個人非常推薦余傳老師的題庫版 因為在題庫版他會從頭到尾幫你複習所有的重點 然後也會告訴你說什麼題目比較重要你要去寫 那我的原文書題庫其實也就只有寫老師所勾的這些重要的題目而已 那最後一樣就是把它在考前再複習一遍 再搭配筆記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我會認為說深化這個科目 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是很討厭 因為它是太複雜 各個反應各個極轉各個孝數 那余傳老師其實他上課很活潑 那有時候我甚至會把上深化課當作自己一種身心的調劑 會覺得想來這邊聽老師演講看老師表演我覺得很精彩 那我在這邊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余傳老師說過的話 他那時候說你現在面對的壓力頂多就是考上與考不上 可是你以後如果成為一名醫師的話 你要面對的壓力面對的困難是病人的生與死 如果你連現在這種困難都面對不了 那你以後要怎麼樣成為一個醫師 我當下聽到我整個醍醐灌點 因為那時候剛好面臨自己的一個低潮期 所以我就把這句話給它錄起來 當作我的鬧鐘 每天用這個鬧鐘叫我起床 對 那這個方法蠻好笑 但是我覺得就是時時刻刻提醒著我要不斷的努力這樣子 對 那接下來是化學跟物理的部分 在化學的充斥期老實說 我就是非常推薦李和老師的題庫班 因為題庫班它有12回 那12回其實題題都是經典 都是各大轉學考或是大考的考古題 那其實在12回的時候 我可能每一回都會錯個20幾題 那寫的過程非常崩潰非常痛苦 可是我覺得與其你現在錯一錯 也不要你上了考場再後悔說 啊我這題寫錯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在練習考古題 或是寫題庫的過程中 一直錯一直錯 我覺得不用太回心 因為你現在錯就代表 你現在知道自己的弱點在哪裡 那你現在定證起來 那你不就多學會這一題嗎 到考場上再遇到這一題 你就可以把它迎刃而解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的化學也是在經過題庫班12回的魔鬼訓練 給它救起來的 原本也是一樣像生物一盤散沙 什麼都會一點什麼也都不太懂 那經過12回這個嚴重的打擊之後 我覺得真的是化學有所幫助 所以蠻推薦大家來給題庫班電一電 那到時候就換你去電考試 那接下來是物理衝刺期的部分 我自己是會 假設如果總共有14個章節 我就會每一天一個章節寫個五題 然後橫向的這樣子複習 因為我之前發現自己在讀物理的時候 常常會可能讀到光的時候 前面轉動的公式已經忘記了 讀到電的時候 光學的單俠縫已經忘記是什麼 那如果橫著複習的話 其實你每一天都會碰到每一個章節一點點 然後你可以全部同步的這樣子複習 那有時候你會發現 其實力學跟電學某幾個公式 好像有異曲同工之妙 那你就可以做連貫做統整 一起記憶 那我覺得這樣的方式真的是還蠻有效的 那推薦給大家就是橫向複習的部分 那物理方面我也會把一些我覺得很重要很精簡的題目 用照相機拍起來 然後就是存到iPad裡面 那在最後考試前最後一個禮拜 我就會複習這些我當時拍下的這些題目 就是時間有限嘛 你不可能花五分鐘去解一題 所以到最後一兩個月的時候 你要把握舊的題目 然後這些新的題目 就有時間再去寫 不是說不要寫 就是有時間你再去寫 但是通常是沒有時間的 所以你就是把握舊的題目多複習幾遍 那難的你就是很不假思索的把它畫叉叉都沒關係 因為到時候出了你也不會寫了 你也是浪費其他題的事件而已 對 那這個就是我化學跟物理準備的方式 那我覺得總結來說 這個考試我覺得最最最最關鍵的 真的就是最後的那一兩個月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 也是在前面準備的過程中 會遇到很多困難很多低潮 然後一直懷疑自己的人 那請你不要灰心 因為我也跟你一樣 在前面八個月都很低潮很困難 但是最後兩個月 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可以考上 就算是我剛剛提到 就算你騙自己也要騙自己可以考上 對 那你一旦開始對自己有信心之後 你的讀書的效率也都會慢慢的在提升 那接下來講講這個口試準備的部分好了 那我覺得口試的準備 就是你必須在可能成績出來之前 你就必須開始著手對一些議題的整理 比如說罷工啊 那罷工的背景是什麼 原因是什麼 影響了什麼 要怎麼改善 這都是自己要去閱讀很多很多不同 立場的文章去整理的 那如果你真的等口試名單出來再做準備 基本上是來不及的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提早開始準備 那我覺得高原這邊也很貼心 就是在口試成績出來之前 很早就開放讓我們拿一些口試的一些資料 讓我們可以提早準備 那也可以找幾個同學啊 一起可能針對一個議題啊 比如說醫師納入勞基法 你有什麼看法 大家一起討論 這樣如果有三個人一起討論 你就有三倍的資料可以互相分享 你可以了解到別人的觀點 你也可以知道自己的盲點在哪裡 對 然後口試的最後一個禮拜 就是要密集的去做可能七分鐘的訓練 你要知道說七分鐘你可以講什麼 或者說你辭窮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一個備案 你辭窮的時候要說什麼 這都是需要不斷去練習的 那口試的這個部分我覺得很重要的 就是一個人格特質 如果有時候看到說 為什麼有些人口試好像很高 有些人很低 但是我覺得大家不要說 好像就是口試這個東西很主觀 因為我覺得口試他看的是一個人的特質 那一個人的特質 其實是那一個人花了一輩子的時間去準備的 他很難說在一兩個禮拜內就給他準備好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在準備筆試的過程中 你要花一點時間去探索你自己 去了解你自己的一些內心啊 到底為什麼要來參加這個考試 你的動機是什麼 這都是你應該是在筆試的時候 你應該就要知道了 而不是到口試的時候再來想 因為到時候你去口試的時候 你教授很明顯的可以分辨說 哪一個是刻苦迷心的故事 哪一個是我前天網路上抄來的故事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多融入一點自身的經驗 到自己的口試準備裡面 那最後最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說 所謂低潮期 因為我覺得低潮期一定是這個 準備這個考試的每個人都會經歷過的 那我自己也是經歷了可能將近七八個月的低潮期 那我覺得說低潮期你要怎麼樣去面對 那我自己的話 我是會想說如果以後我今天是要成為一個醫師 那我現在面對的這些就是考試的壓力 可是以後呢來找我看病的病人 可能是狂噴血 可能是癌磨痛到不行 如果我現在因為考試我就覺得受不了了 那以後我要怎麼去面對這些在生死關頭的病人 這些病人一定比我現在更痛苦 所以其實我只要想要這樣我就會覺得這些痛苦都不算什麼了 就有辦法再繼續走下去 那我會覺得說後醫其實就是一個機會 那你準備一整年就是要去把握這個機會 所以大家的這個配數很重要 不要虎頭蛇尾 不要頭重腳輕 如果你可以的話從頭到尾都是一個很雲速 這樣子進行也不錯 或者是說像我剛剛講的就是越來越來越認真 不要一開始就狂衝猛衝燃燒掉你的熱情這樣子 好 那最後呢 我想要就是跟在螢幕前面的大家說 去年我也跟你們一樣在螢幕面前看著學長姐分享 那我在面授的時候常常坐在底下也都會想說 哇 什麼時候可以上台去分享 好想上台分享喔 對 那我也希望說現在在螢幕面前的大家看到這個分享 對你們有所幫助 那如果還有任何想問的話 其實也都可以直接透過Facebook來聯絡我們 我都不會吝嗇給予你們幫助這樣 那也希望現在在看影片的你 明年也可以站在這邊來分享你的考試的心願 好 謝謝大家 那祝大家明年都可以金榜提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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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 感谢观看